处女座,处女座很懂得利用装傻来推卸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责任,聪明的他们懂得伪装,别人都觉得他们是一个云淡风轻,简简单单的人,其实处女座并不简单,他们非常低调,你不会知道他们真正的实力,他们不会与别人因为一些小事而斤斤计较, 常常会在对方的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风度,他们只会在关键时刻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,有着很强的好生心的处女座,接触之后才会发现是大智若鱼的典型,对身边的事情总是有着很独到的见解,能力出众,但是从不张扬,总是很低调的出现,最深藏不落,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从来不喜欢打撞脸充胖子, 他们宁愿给人感觉笨一点,也不要让人发现自己的聪慧,对天蝎来说,把自己最聪慧的一面表现出来,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,只会让你在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被想起,这样多了呀,还不如装得上一点笨一点,让别人来帮自己, 天蝎座的人很聪明,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,经常可以想出好的主意和点子,而且做事很有主见,不会轻易被周围的人动摇,不过天蝎座的人活得很低调,也不够自信,所以他们的才华和智慧,很少有人观察出来,最深藏不落的就是他们了, 金牛座,金牛座的人性格比较稳重,他们为人低调,从来不喜欢抛头露面,所以大家常常会忽略了金牛座其实有着一颗聪明的头脑,他们会将自己的聪明才智,都用在经商赚钱方面, 当你们在嘲笑他们的时候,说不准金牛座的人已经在家树前到手抽筋了,金牛座特别兴奋,有天范,很努力,这样的人不聪明才怪呢, 金牛座人在生活中总是会给人一种老实本分的感觉,有时候甚至是憨憨的,但是他们对于很多事情却看得很明白,只是不喜欢说出来而已,他们心有大智慧,却喜欢装傻,最深藏不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